今天早上起來覺得肚子很沉重 但是突然很想要吃東西 聽說鹽巴如果你吃鹽巴的話 會讓你變成Hedonistic 享樂主義 中文聽起來好像享樂主義就是很享受 但是它是Hedonistic在英文是一個非常負面的一個詞 也就是只想要追求物質上面的東西 Hedonist就是吃喝拉薩睡 一天到晚24小時就想著吃喝拉薩睡 我可以去宜蘭有一家很好吃的素食的包子 我今天早上那麼早起來 然後我又想要騎車我可以騎去那裡吃 買20個 10到20個包子來吃 吃到飽吃到撐 所以在我後面呢 就是我的生命交叉點 往這邊走 一直騎下去 就可以到宜蘭橋 然後到宜蘭 蠻陽橋 到宜蘭 我這邊走 就是回家 上這些階梯 然後往右邊騎 就騎回到羅東 這邊往包子 這邊不往包子 嘿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人生的故事 要不要去呢 要不要去做我 知道對自己不好 但是又很想要去做的事情 然後把它當成一個教訓 學一些經驗 學一些教訓 讓我自己crash and burn 然後學一些教訓 好吸引我 那個包子真的很好吃 我已經想了它 想了三個月 我很少 就是 我對食物的 cravings 已經減少很多 在這個世界上 我想要吃的東西 其實已經不多了 但是我想了這個包子 想了三個月 一直沒有行動 今天很想要很想要去做 菜呢 我選哪一邊 百香果 還有糖 好棒的味道 今天我的腰 比昨天比起來 胖了4.5公分 還有我的腹部 胖了1.5公分 其他大腿 手臂 小腿沒有什麼改變 所以呢 我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 水腫最可怕的地方 是在哪裡 是在內臟裡面的水腫 yeah 肚子 腸子 很沉重的感覺 完全在這個三圍的數字裡面 發現了 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我的身體 水腫 內在的水腫 內在的沉重感 內在的壓力 yeah 是鹽巴造成的 等一下我會去Google 鹽巴 跟內臟的 腫 水腫 有什麼關係 現在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就是 我又蒸了一盤水餃 要不要吃 剩下最後的無鹽醬油 這裡面主要是醋 醋 可以幫助你的消化 yeah 灑上 一點點 所以這絕對是 emotional eating 可能我月經要來了 我需要被食物安慰 心裡有一點壓力 因為我跟佛學災難 在調整我們的房間 樓上的房間 要整理出一個office 空間 然後要整理很多 就是堆積在那裡的東西 有一點壓力 有一點不安 有一點懶散 不想要做 因為我們要把兩個大床 從床墊還有床底搬到 從室樓搬下來 然後搬到儲藏室裡面 我有一點懶 不想要做 每一次你要改變的時候 還是會有點害怕 還是會有點抗拒 然後在他的身上 也有看到他的抗拒 所以你是你自己最大的敵人 唯一抗拒的因素就是自己的幸運 那我看到了 所以我就 好好享受這個 代表我心裡抗拒的 一盤水餃 Enjoy it 真的很好吃 現在我也知道我的弱點 包子水餃 我一定要研發無鹽水餃食譜 知道自己的弱點 發現自己的弱點 發現自己的弱點 然後攻擊這個弱點 另外一個弱點是Pizza 很喜歡吃Pizza Pizza Pie 剛剛送來了 剛剛送來了 這一箱 從花蓮農會訂的 Purple Potatoes 玉心地瓜 這個是佛學災難最喜歡吃的 他說讓他消化很好 而且不會脹氣的 所以我們慢慢在找 讓自己不會脹氣的食物 現在找到了另外的要點 就是鹽巴 鹽巴會讓我們的腸胃腫起來 那我想要聲明的一點 解釋的一點就是 我在進化我的身體 所以呢 這個不是我一輩子 都會follow的一個規則 就是完全不吃鹽巴 我在進化我的身體 所以 特別是腸子 這個部分 所以呢 我一定要 在這段時間裡面 避免讓任何腸子 會upset 或者是 這樣 腫 的 東西 希望它清乾淨 把以前的堆積在裡面的垃圾 清掉 但是不要用很激烈的方法 比如說斷食 或者是洗腸子 因為那些會讓我不平衡 一樣 所以你看我這樣子每一天很規律的運動 然後吃很多的東西 我還可以生活 我還可以運動 我不是因為斷食 嗯 斷食的時候 你就是冰奄奄的躺在床上而已 你沒有辦法enjoy life 嘿 現在是暑假 現在是夏天 我要enjoy外面的空氣 藍天 yeah 所以我們每天還是活動 每天覺得是活著的 然後我的腸子在排毒 皮膚也在排毒 嗯 它麵皮真的很好吃 但是因為製作麵皮的時候 一定要加鹽把它進去 所以我懷疑是不是因為 它的皮比較厚 所以呢 那的成分就比較高 其他的料不咸 但是我懷疑是不是因為皮比較 我懷疑它的所有的鹽分應該是在皮裡面 我已經在網上找到一個無鹽水餃皮的recipe 是在一個狗狗網站找到 I guess狗狗不能吃鹽巴 跟我一樣 所以我會做 如果你想要以後看到我做這個recipe的話 嘿 在下面的button 訂閱這個頻道 你就會收到最新的影片消息 最新的一集 消費總生活 對於消費總生活 最後四個 四個 最后一颗吃完了 很好吃的mistake 很好吃的mistake 我有看一个减肥的书 他说通常像这样子的失败就是会让你很气馁 然后让你就是啊不要了 我太烂了我糟透了然后有罪恶感 因为你没有办法继续做这个饮食下去 但是我觉得很OK 所以他说呢那本书里面说 你一定要schedule in你的失败 但是不要叫他叫做失败 把它叫做refeed day refeed day就是refeed 比如说你的 如果你在减肥的时候减肥的饮食 任何的减肥饮食一定都是避免吃某某东西 不管是什么 那我现在在避免的是盐巴 所以refeed day就是你可以吃你这几天下来一直在避免的东西 所以我刚刚完成我的refeed day 他们发现有研究显示说如果你在节食减肥控制你的饮食的话 如果你有把refeed day规划进去比如说每七天一次 每三天一次每一天一次refeed的话你的成功率会提升你的维持率会提长 我忽略掉了这一点我忽略掉了把refeed day也计划进去 还是有一点好像感觉我做了我不应该做的事情 有一点沮丧 but oh well 但是那个oh well很难达成 因为这个食物让我觉得很沉重 所以又加深了心理的沉重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让身体赶快排掉这一些吃进去的食物 让身体不舒服的食物 然后让身体里面的水肿赶快消掉 所以出去买椰子水 这一包有30克水饺我只蒸了20克 我在想要不要把其他的10克也干脆就一起吃掉 一瓶酥泡1500cc大概3040块吗 一瓶椰子水1200cc200块 你会选哪一个呢? 我选椰子水 吃太多盐巴 现在你水肿了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我来教你 第一 钾 吃很多钾 有钾含量的食物 比如说洋芋 马铃薯 香蕉 那这个是我之前买的potassium 钾 我现在马上紧急挖一瓢 这个味道非常不好喝 它的味道非常不好吃 所以我要把它倒到嘴巴里面 然后赶快用这个叶子水把它灌下去 准备好 准备好 Ready Set Go 所以现在身体有太多的盐分 这钾可以把它排掉 然后还要记得多喝水 一直喝水 一直喝水 你的身体就不会把多余的水分 一直储藏在身体里面 我选择喝叶子水 因为里面 因为里面 它可以balance 里面 身体里面的水平衡 最后10克把它吃掉吧 还有这一锅煎饺 最后的无盐酱油 就享受我的refeed day吧 这是我现在最需要的 虽然我明天会后悔 这是另外一个牌子的冷冻水饺 它的那比上一家的那个少了三分之二 我想我可能是害怕改变 还有怀疑自己 才会需要做这个emotional eating 选一个今天的最漂亮的给你看 另外一家的是手工做的 这个好像是用机器压的 这家的姜味比较强 我喜欢 还好 海滋 还有 为什么 是 做什么 你 不 对 不是 口 很 不是 吗 晚上瑜伽课的学生 他的课程上完之后 就没有回来报名第二期了 我每次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自己就会怀疑自己 然后就会想整个 米迦克尔要怎么计划 有一个老师很有名 他是叫Arshtonka的 他在夏威夷 他的瑜伽课 他说我的瑜伽课是免费的 但是你不来上课的话 你就要付钱 所以他每一天早上 很固定的每天早上都教课 每一天都有 你要去他那边练习的话 你就要同意 你每一天都要去 只要你不去 你就要付钱给他 然后呢 价钱也不便宜 换客的价钱 一堂课75美金 这样差不多台币2000以上 我听到了 时候我也 哇 好想要这样子做 因为我觉得那是给自己的一个考验 第一个 就是考验自己 真的是想要教瑜伽吗 帮助人开始练瑜伽 有固定的瑜伽练习吗 还是钱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因为你看 如果我的使命是 OK 帮助协助大家有一个固定的瑜伽练习 的话 我就会没有钱 对不对 因为大家每一天都来上课 没有缴课费 那如果我有钱的话 我反而就没有利息的学生 我一直很想要做这个实验 怎么样呢 你觉得这个实验 值不值得做啊 如果你的家的附近 有一个瑜伽老师 他的瑜伽课是免费的 但是你不去上课的时候 你不需要给他 那 我们来算一下 美国的minimum wage 是美金大概10块钱 是台币300块 那台湾的minimum wage 是大概 7-11的来说 应该是110块好了 那美国minimum wage 10块钱的7倍 70块 台湾minimum wage 100块 的7倍700块 假如说 你每次不去上课 只要有一天不去上课 你就要付700块 你会报名吗 你会报名吗 告诉我吧 就有一些回馈 因为我之前 有把这个 计划分享的人 他们说 不要这么做 不要这么做 但是我真的很想要试试看 我要想是早上还是晚上 我比较喜欢早上上课 我还是觉得瑜伽要早上做会比较好 晚上 虽然是下班了之后 大家才觉得 啊 松一口气 有时间 但是 早上做的话 比较好 achter ちょっと Like 好 某 某 你不要聊 你 Например 小erdem 真可憐 我可以只是承認我們現在有牠們 然後人們會說 Shel,是你的牠們 來,牠們 這盤水餃 大概 500毫克 還不錯 還蠻近 但是我覺得吃起來很甜 有一次我有辦一個試吃會 我買了 之前吃的那一家 這一家還有附近的素食餐廳 那這一家 不買的酒包的那一家 它的吃起來最不鹹 但是實際 買了時候 比較 那個營養成分才發現 可以這一家是最低鈉的 這一個在微笑 所以我的瑜伽教室也是我的實驗場地 我的收配方式也做了很多不同的實驗 設計 一開始的時候 就買課卡 跟一般的一樣 10堂 20堂 30堂 這樣子 效果不好 因為大家到後來都沒有上完他的課 然後那個時候我也經常跑國外 因為我的老師在國外經常去國外上課 然後呢 所以我就想說 我不想要辦 我不想 想要做那種行政 比如說去管課卡 算課卡這些 太麻煩了 我就開了一個瑜伽加油站 有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通子 放在 教室門口 你來加油站一次150 你來你就投 你來你就投 那 對我來說很方便 我喜歡這樣子的方法 嘿我要交課的時間就是 這些這些時間 然後呢 我就在這裡服務你 你要來你就來上課 然後投錢 這樣子 然後 後來我發現那個對我很好 對我很方便 但是 並沒有促進 學生們 就是要繼續練瑜伽 的那個東西 後來我cancel那個方法 因為我覺得是我自己在偷懶 然後另外一個 我覺得最好的方式就是 我經經過最好的方式就是 有一個就是monthly 會員 一個月多少 不管你來說上多少課 嗯 就是這個固定的價錢 然後一次你報名就是三個月 可能我想是那個 付費設計的模式 所以會看到這個模式 然後覺得OK 我可以我要來上課的人 他們可能心裡已經準備好 要 上很多堂課了 要做很多瑜伽了 但是有一些人是 就是一個月一個這樣子 但是一個月裡面 來了很少次 也有這樣子 或者是他一個禮拜 只來一次 他也很滿足 但是那 那樣子的收費方式是 就是這個教室裡面 就是 有最多 持續練習 然後 志同道合的 學生的 一樣 那現在又回到 克卡的方式 九堂課 十堂課 二十堂課 十堂課 這樣子 保留 五十堂課 十堂課 三十堂課 十堂課 從中 瑜伽的经济学 瑜伽老师真的不是生意人 美国有一个健身品牌叫做CrossFit 他们里面有一个规则 就是他们的教练绝对不推销课程 绝对不卖课程 绝对不卖商品 因为他们有他们系列的鞋子啊 还有用品 但是老师绝对不会 比如说学生说 这个鞋子下课的时候 他说这个鞋子很好看 我想要试试看有没有我的size 教练绝对不会去帮你找后面有没有你的size 因为他想要维持教练的一个形象 所以他有特别的sales 去handle这些买课程等等 所以瑜伽老师 就他们希望他们的教练专注在教学 还有锻炼学员上面 然后不做这些其他杂技杂巴的事情 在这样子的时候我就很希望说 好希望我是在一个大会馆工作 然后不用去管收学费啊 然后这样子的事情 说不定这个是世界在告诉我说 嘿你应该从你的教室走出来了 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在YouTube上面教瑜伽 这样子没有钱没有时间的人可以 有钱然后随时随地 没有钱啊还是没有钱 没有钱但是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做瑜伽 就是泥怪我 然后鱼很酸 一些来说 不错 很滑 不错 不错 我觉得呢 你现在在看YouTube 因为YouTube上面有一家影片 你会跟着做吗 他能够取代你的瑜伽课吗 S are you M are you iene M are you M are you 饺子疗愈结束 真好吃 现在最需要的就是 这一盘尖嚼 Thank you尖嚼